明人终于开启了大桶木模式 此时熟睡中的明人突然惊醒 他和九尾同时感知到了一股极强的查克拉 当他出门一看发现居然是佐助 只不过看起来怪怪的 明人刚想上前和他打招呼 佐助却以手持千鸟冲杀向了明人 佐助这突然的攻击让明人不由地愣神了一秒 他凝聚螺旋丸迎击而上 二者的攻击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威压 佐助和明人各自向后退去 明人大喊地问佐助这是怎么回事 但佐助并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九尾让明人别大意了 他猜测这大概就是灰夜的考验 眼前的佐助正是由先前他们感知到的查克拉所组成 类似前世博人曾经对付的十尾分裂体 明人听完恍然大悟地说道 也就是说眼前之人并不是真正的佐助 那就不用手下留情了 说完明人便燃起了六道模式 但还没等他发动攻击 复制体的佐助已经用天手力和明人身后的球道鱼互换了位置 一发六道千鸟消向了明人的要害 明人惊讶不已 好在他反应神速的利己用飞雷神躲开了攻击 九尾斥责他小心一点 对方可是有着和佐助一模一样的战力 明人苦笑地表示还真是棘手 不过他从小和佐助一路战斗过来 没有人能比自己更了解对方 眼前这家伙虽然拥有佐助的所有能力 但他终究没有佐助那出色的战斗智商 说完明人分出了数十个影分身一起发动了攻击 但明人的影分身并无法伤到复制体佐助的一根毫毛 很快明人的影分身悉数被消灭 场上都是影分身爆开留下的白色烟雾 明人靠着烟雾的掩护抛出了数十发苦 面对着迎面而来的攻击 复制体佐助利用轮回眼的动态视觉能力轻松地躲避着 但他不知道其中的一发苦 上面印有着飞雷神的标记 当着苦雾和佐助擦身而过的那一瞬 手持着磁盾螺旋丸的明人突然顺身而至 飞雷神丸最后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复制体佐助身上 明人见状笑着说道 果然你和那家伙比起来还是差远了 要是真正的佐助一定不会这么容易伤到的 因为明人使用的是磁盾螺旋丸 所以佐助的复制体在被击中后便无法动态 九尾在看到明人获胜后突然开口地说道 明人 你还记得前世那个大桶木陶石变强的方式吗 那种冲击三观的事情明人自然是不会忘记 当年他亲眼看着陶石吞噬掉金石而变强 等明人刚刚说完 九尾便让明人将眼前的复制体佐助吸收掉 这正是灰叶试炼的真正目的 见明人那惊讶的神色九尾接着解释道 和十位查克拉所组成的 灰叶减少了自己的查克拉上线而制作出了这个复制体 他那所谓的大桶木训练方式 其实就是要你打败这个夹佐助并吸收掉对方 明人听完惶恐若惊 突然地上的夹佐助查克拉化作一条细线 之后顺着明人的手掌全部进入到了明人的身体中 在吸收完后明人那金色的道袍变成了白色道袍 额头上也长出了两个犄角 这正是大桶木模式 明人助力在原地任由着微风轻抚着自己的脸庞 这就是大桶木一族的力量吗 没想到居然如此神奇 现在的我仿佛能够改变一切 九尾看到明人完成了吸收便不再隐藏 他向明人道歉自己 其实在修行刚开始就察觉到了灰叶的不一样 作为从前和灰叶一体的伟兽 那天在场的只有九尾能够察觉到对方的异常 灰叶这次采取的是将自己的查克拉凝炼出来分给明人他们 代价便是灰叶的查克拉上线将减少 九尾那天本想告诉明人 但他知道明人一定会反对这个修炼方式 所以他便自作主张地选择了沉默 明人听完咬紧了牙根 没想到前世是查克拉维一切的灰叶竟会这样牺牲自我 这时天空突然飘来了飞绝的声音 他恭喜明人通过了这次的修行 不过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把使求空间变成明人自己的东西 至于方法需要明人自己去寻找 明人听完惊讶不已 也就是说灰叶打算将六个空间全部给他们六个人吗 这样做无疑会让灰叶在一族面前变得毫无招架之力 万一这时候陶氏突然来袭 忍戒和灰叶可就危险了 明人心急地使出了多重影分身之术 上万个影分身奔往不同的方向去寻找黑爵所说的方法 这时在左柱这边 他同样碰到了一个复制体 那便是杀一名人